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3月3号礼拜天 今天在网上浏览的时候发现一个情况 就是说谷歌云的一个免费使用机 就是说12个月免费赠送300这个挣金300刀的一个活动 对中国大陆的网友已经取消了 这个是网址的 这个注册网址免费使用 点进去看一下 这个注册的一个地址下了餐单 拉下来 拉下来看 有没有中国的 其他国家都在 蒙古也在 日本 台湾也在 香港,香港也在,新加坡 中国 他这个排序是根据拼音字母来排序的 你看 没有中国了 只,只,咱 中非,共和国,就中非,共和国,没有了 澳门也在,澳门也在 已经没有中国大陆了 这个 免费赠金已经 正式取消了 对中国大陆的网友 但是网上有其他的一种 迂回注册的方法 那 那也可以,但是 其实是不建议的 因为这个是 违反 谷歌的一个初衷的 那我自己也是 刚刚做了一个 就是说 在健康注册一个 微沙 微沙卡 双臂的 开卡也是 刚刚开的 这两天 但是注册的时候 就出现这个情况 就是迂回了 那目前也不想用了 还是 用收费的好了 这个是我以前 这个18号做的一个 视频呢 就是说 推荐大家就是说 尽量选收费的 免费的少用 就是这么一个视频 听一下 收费 这里看一下软件啊 尽量用收费的 免费的 不是说不好 不是说不好 免费的 它有些东西 毕竟很难持久 像我今天 看到一个 很好玩的一个 什么西夏计划 就是这样的 免费的 什么时候取消 不知道 亚马逊 和 微软的 这个对中国大陆的免费这个 注册 不知道有没有取消 如果现在没取消 但它什么时候取消 也不知道 因为中国大陆 这个人口太多 这个裸羊毛也很厉害 是吧 这个就是这么个情况 好 最后 还是建议大家 用收费的 就是一个便宜的一个 就是说软件也好 平台也好 是吧 免费就是 随时可能取消的 是吧 虽然它可能说是 永久免费 是吧 那它这个政策 随时会变的 好 谢谢大家